真的完全 千萬不要去管別人說什麼 因為小孩是你的 你只要做你自己 快樂的 開心的就好了 真的不用教別人 怎麼帶小孩 小天天2021年 生下女兒米苔木 升格當媽後 開始會遇到過度熱情 介入育兒的路人朋友 有時候讓她好憤怒 我知道很多的媽媽 當然是處自於關心 她會告訴你說 你怎麼喵怎麼樣 你怎麼讓她什麼什麼的 可能有人就會來說 你怎麼沒有讓米苔木戴口罩 就戴出去 這樣子多危險什麼的 可是其實是因為 米苔木的臉真的太小了 買不到她的口罩 那是有背後的原因 那或者就是小孩 不要戴出去玩 現在疫情期間 什麼的多危險 可是我說真的 疫情已經這麼久了 難道你要讓你的小孩 永遠都在家裡嗎 還有就會說什麼 要保持乾淨 小孩不能跟寵物一起生活 我覺得這大錯特錯 就是小孩跟寵物生活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多少都要讓她接觸到一點細菌 小孩的免疫力才可以就是OK 不然她們會更容易生病 我覺得很多的媽媽都過度於膽心 或過度於矯枉過正 來告訴你說什麼事情 不能怎樣 不能怎樣 那我就反而會覺得說 其實反而你們才應該要放輕鬆一點 自己的小孩自己呆 小甜甜和老公幸福美滿 目前女兒已經一歲了 因為她一直以為天使寶寶 所以我才會 超級無敵想成第二胎 這真的超級想 這個想跟我想要得金鐘獎一樣 想真的超想 但她現在就是已經一歲 一歲了之後 有夠難防的 會跑 我以前床頭都擺水晶 還好我都先收起來 因為她力氣很大 遺傳我 她那個水晶靠下來 厚雕 我不敢想像我的臉 會變怎麼樣 本來我就想說 我不會讓她當3C兒童 因為她一歲了 所以我還是會讓她有 例如說半個小時 但是我真的很痛苦欸 因為 永遠都在同一集 鯊魚爸爸 鯊魚爸爸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我就想說 可不可以播下一集 她就還不要 然後我就想說 我都看到已經廢到 我唱可以聽好不好 可是我內心其實比較 不開心的事情是 明明媽媽都是在那邊 跟她在那邊故事時光 然後會幫她洗澡 還坐時霸 她給我 永遠都在那邊 看爸爸的時候 眼睛充滿愛心 然後看媽媽就還好 因為她現在很喜歡跟我們睡 她很誇張喔 她就會越過我 然後就睡在我老公身上 然後我老公一下臭到 我老公一下真的很臭 這真的臭 然後我女兒會把頭上都站 我老公一下 然後她就是現在會發出幾個 同音我就說 我是誰 爸爸 我說我是媽媽 爸爸 她就是很愛我老公 我就覺得 我就很生氣 你愛的應該要是我吧 你一定要黏我吧 你怎麼一直黏她 她真的做的事情還好耶 她連澡都洗不好 你會黏我吧 然後我就會 其實就會有點吃醋 我老公感覺我心裡有問題 她說你有沒有需要去看醫生 我想說我看什麼醫生 她就說你跟小孩在計較這個 我覺得這應該你要去問醫生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種病 對 她覺得我有病 對 她覺得我有病 老公在這個身邊有嗎 呃 神出餐辦